中亚困难间向德国梦羊犬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这两只猛犬终究会有这么一战 随着中亚梦羊犬年龄越来越大 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大 渐渐的开始有了领地意识 现在他是看德国梦羊犬越来越不顺眼 想争夺他老狼王的地位 中亚犬目前彻底上头了 狗主呢如何呼唤他的不肯松口 这种情况咱们只能让他消耗一下体力 待会最终用撬棍将他们撬开 咱们有两个方案 第一个是泼水 第二个是用撬棍 可以看出德国梦羊犬完全不是中亚的对手 中亚虽然只有区区十个月大 但是性格脾气已经非常暴躁 耐力体力那更是完胜德国梦羊犬 目前德牧毫无招架之力 咱们赶紧拆狗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倒了几盆凉水 然后再用撬棍才将中亚梦羊犬也撬开 好在德牧的毛发比较长并没有受伤 经过这么一场PK之后 德牧应该也会变得老实 以后看到中亚也会绕路再走了 中亚不愧为巨型斗犬战斗力 果然完胜老狼王 精明镜道 紧 转发 打赏这是